耶 酷酷大家好 今天是 今天是 SONIA 是的 這就跟剛剛繪文是同一天 因為我穿一樣的衣服 因為他們現在都在我身後 SONIA 你幾歲 你為什麼來法國念女人學校 因為 打算之後要升級 法國的大學 你為什麼想要升級法國的大學 媽媽以前有讀法文 就覺得法國爭議不錯 所以就來法國了 那你申請法國的大學 跟你申請台灣大學 你有申請台灣大學嗎 有 那申請這邊跟申請有什麼不一樣系統 因為我們沒有申請過 大學在這裡 對於目前在前面 有高中生想要申請大學的 法國大學人 你想對他們有什麼建議 或是你現在 你現在做的工作是什麼 就是你現在要做的事情有什麼 因為法國其實這裡申請大學 它最重視的就是 你要有法文的語文成績 就是要達到北的 是每個學校不一樣嗎 每個系不一樣 幾乎都說你要北的 除非你是像讀文學 可能就要更高 西安或西德 可能是學文學系的話 可是像其他幾乎 最基本要求都是北的 然後他們 就不會有其他的類似 能力考試 像是台灣不是就要考學生 他們這裡應該說 你台灣申請上大學之後 你就拿著你的 入學證明 然後去做同等學歷的證明 所以不管我是申請研究所 或是申請大學 我都要做這件事情 如果我是高中畢業 我就要拿我高中的學歷去做同等的學歷證明 這個意思嗎 是拿大學入學證明 所以你一定要進大學的意思嗎 你在台灣一定要進大學的意思 所以如果我沒有讀大學 我沒有進去 所以我也沒有辦法 變成我要在這邊我要重讀高中 對好像如果你沒有大學的 就是入學證明 你就等於你就結束高中的成績 可是因為你沒有那個 他們自己類似一個bug 你們好像沒有證明那個bug 所以你就要再 可能要再重讀高三 然後再考他們的 類似大學領考這樣 我就是選擇走這條路 所以我也不知道其他路比較輕鬆 因為我是知道如果你是大一 你學完再來 來這裡讀大二的話 語文沒有要求到貝德 只有要求到貝昂 如果你直接申請他們的二年級 語文的要求會比較低 因為等於你有讀過 這一方面的東西 可是你要讀一樣的東西才可以 對對對你的戲要一樣 那你想生解析是什麼 是他們叫 是有點類似台灣的子宮 那你現在做了一些什麼事情 就是我要怎麼開始申請學校 然後他什麼時候會告訴我 我申請 然後因為我是 因為我知道在台灣 如果你沒有來法國 你也可以在台灣申請 可是那是另外一個管道 然後我現在是 我的狀況是 我已經住在法國了 就是因為他有一個專門說 一個是在台灣申請法國的學校 一個是在法國申請法國的學校 對 然後所以我走的是 一個叫 就是他們叫綠標 對 然後就是大概 11月中開始申請 到1月中 這個申請的話 你可以選三間學校 它有限定你哪一區裡面只能選一間 就像巴黎 你只能選一間巴黎的學校 小區我忘記了 可是有些也是 你只能選一間 只有你這個科系 全部 就是 只要申請大學都這樣 他們好像有規定 你可以選 你不能選 因為這個我沒有看得太清楚 就是好像是你只能 這個科系 你就只能 三個學校都要選這個科系 所以 我現在就是要 填標 填標還有要寫 動機性 動機性 動機性好煩喔 可是 可是他沒有那麼 就是像 太 在 格式 格式沒有那麼要求 因為它是 有三大題 然後就問你 就是它是一個問題 你就回答那個問題 這個上網應該都找得到吧 對 你這份綠標要在 11月到1月中 提出 對 那提出之後 會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 你要提出給誰 就是交給你的第一志願的大學 喔 你綠標上面第一志願的大學 對 然後可是因為像我的話 我是 我第一志願是巴黎的學校 因為 它就是 要有一個語言檢定的測驗嘛 所以你必須要等 你要語言的測驗結果出來 對 而且現在我還沒有BEDER 所以 它有一個考試 叫做TESAF 它是有點類似 呃 直 就是跟大學 跟身體大學 有一個連結 嗯 所以就是 它會問你 如果你在1月中 之前 還不能提出你BEDER的證明 嗯 他們就會建議你報這個 2月的考試 台灣比較常考是 DEV 嗯 就是不一樣的考試 不一樣的考試 可是 可以同等使用就對了 如果沒有這個 就使用這個 對 可是TESAF有個問題 就是它只有2年有效期 喔 就是你考到這個成績 是永久的 對 對 永久的 然後因為我TESAF要在這裡考 嗯 所以我就是連通我的整個資料 整個表 都送給 康姆的學校 嗯 然後在這裡考完試之後 它有你的成績 它再把它全部送到巴黎的學校 送到你的第一志願去 對 那你這樣不就會成當嗎 因為我們都知道 法國的辦事效率非常差 對 那 它 好你全部弄完 你讓你在2月底 弄完 全部弄完 送到第一個學校之後 那你第一個學校 什麼時候會告訴你結果 4月 阿如果你沒有上的話 他們就會再把表送到第二個學校 所以就很麻煩 因為他們全部都是 會把表送到第二個學校 你要在裡面要付信封給他們 嗯 所以他們就會把結果 再郵寄回來給你 嗯 然後他們是說 你4月會收到第一個大學的恢復 嗯 然後如果是被拒絕 就會在5月再收到第二 第二志願的恢復 喔 就一個月一個月 欸這樣還蠻快的 好像沒有我想像中那麼久 所以 等於說 你5月如果又再被拒絕的話 再來就是6月份 對6月 6月就會 全部出來 對 那 可是你會卡到簽證的問題不是嗎 你如果你的簽證 剛好在6月之前到7月辦 然後你結果還沒出來 就是 我也不知道 到時候 到時候再說 到時候再說 我是到7月啦 簽證是到7月 簽證到7月 那 因為 我們知道 因為我自己辦過眼簽嘛 眼簽它需要你在 到期的兩個月之前 它是希望你在到期的前 兩個月 申請 眼簽的 動作 你需要有入學證明 你才可以再申請 眼簽 那如果你 好 你6月收到結果 你入學 然後它什麼時候會發給你的 入學證明 你也不知道 然後你要拿到入學證明之後 你才開始辦 你才開始辦眼簽的動作 對 哇好久喔 那你就待在這裡 你就是要一直要有7300 然後又沒有簽證 然後又沒有辦法眼簽 如果最糟的狀況 如果你是5月到期的 因為每個人到期 就是不一樣 對 那我們就 麻煩 那如果 最好的就是第一簽就上了 有一些人就是他們可能是 讀語言系的 然後他們想來這邊念 研究所好了 我不知道你會回答 他們想來這邊念研究所 可是它是讀語言的 那它這樣子可以申請研究所嗎 像我是讀日文系的話 我想來這邊念研究所的話 他們 我有聽到的狀況是 他們不能 沒有辦法承認我的 學歷 是有這樣的問題嗎 呃 其他語言 我不知道 可是因為像我媽媽 她在台灣是讀法文系 然後她法文系畢業完 她要過來這裡念研究所 可是因為她的 她就是讀法文系 所以法文系 在這裡不算是一個 優勢 對 所以變得說她必須再多讀大學 多讀 一次大學 沒有啊 這邊大學不是兩年 她好像只要讀最後一年 喔第三 最後一年 因為 因為我不太確定 可是她好像是 就是 要再多讀 就是你不能直接 就直接跳研究所 啊 其他語言的話 學歷你就不知道了 還是他們會覺得說 你要讀日文你就去日本 最好 他們來法國 不知道來法國念日文 可能他們自己的需求 因為有一些人 有問我說 高中生們 他們有問我說 啊我 畢業之後 他們現在高二 我畢業之後 我想去法國念藝術 或是念音樂 那我要怎麼 我要怎麼開始 我要怎麼做 我可以直接這樣升起來 還是我可以直接進去語言學校 然後開始念嗎 因為我沒有辦法回答這個問題 沒有 可是我好像是讀 藝術跟音樂 好像跟我們的管道不太一樣 因為我們讀的是 就是普通大學 嗯 那種的 可是 藝術跟音樂好像是 另外一個管道 喔 他們語文的要求好像 沒有到背的 因為我有看過 有些人在講 那他們也一樣 是要進去一般的大學吧 如果你一樣有相等學歷的話 所以她台灣要有 音樂系的大學 我不知道 因為來這裡讀的好像音樂大學都是那種 比較厲害的音樂大學 喔 什麼 我也不知道 巴黎的 對啊 他們好像招生方法就不太一樣 喔 有可能是 有可能是 讀招 有可能吧 有可能 就是單獨去考樂器或什麼 這我也不知道 反正 沒有那麼簡單 然後好像 好像也沒那麼複雜 只是中間手續有點多 就是 走一步算一步 走一步算一步 所以說如果 有人想要申請 這邊的大學的話 也許你會有相同問題 然後也許你沒有 可是 可以給你當一個 參考 因為 多聽總是多好的吧 然後你再去比較說 你的學校需不需要 有一模一樣的方式 然後 Sonia能幫我們解釋的 就這樣 然後我也沒有要申請大學 所以我也不知道囉 好 希望 希望 你申請順利 而且這裡有個問題就是 法國人其實也不太懂他們的 他們的學士 所以你問每個法國人 每個法國人都會跟你 就是你 回答不一樣的問題 對 問十個法國人有十個回答 有十個答案 像我現在在問 控的大學 跟問巴雷的大學 得到的答案都不一樣 那好困擾喔 好啦 各位加油啊 加油 要申請大學的 最好早點開始準備啦 才不會到時候很慌張 或是沒時間對不對 因為要準備的文件什麼的都還蠻多的 那就 謝謝Sonia幫我們解決 也不是解決 就是 分享 分享這個問題 然後等他開始讀大學 說我們在看有沒有見面 我在跟他問說 讀法國大學的 感想如何 好 那我們就這樣子啊 如果你們覺得這個影片有用的話 請你按個讚 然後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請你在下面訂閱 然後不要忘記開小鈴鐺 那我們就這樣子啊 下次見 掰掰 掰掰